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会运进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额别以东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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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大卫起身 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 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会运来 这约会就是坐在二基路坡上万军至耶和华流明的约会 他们将神的约会从刚上亚比纳达的家里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亚比纳达的两个儿子乌萨和亚西约赶这新车 他们将神的约会从刚上亚比纳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 亚西约在柜前行走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 用松木制造了各样乐器和琴、色、鼓、搏、螺、坐乐跳舞 到了拿根的河场 因为牛尸前提 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会 神耶和华向乌萨发怒 因这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会旁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萨心里愁烦 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萨直到今日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 耶和华的约会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会运进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大卫起身 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 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会运来 这约会就是坐在二基路坡上万军 指耶和华流明的约会 他们将神的约会从刚上雅比纳达的家里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雅比纳达的两个儿子乌萨和雅西约赶着新车 他们将神的约会从刚上雅比纳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 雅西约在柜前行走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色、鼓、搏、螺、坐月跳舞 到了拿根的河场 因为牛尸前提 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会 神耶和华向乌萨发怒 因这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会旁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萨 心里愁烦 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萨 直到今日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 耶和华的约会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会运进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 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会运来 这约会就是坐在二基路坡上万军 至耶和华流明的约会 他们将神的约会从刚上 亚比纳达的家里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亚比纳达的两个儿子乌萨和亚西约赶这新车 他们将神的约会从刚上 亚比纳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 亚西约在柜前行走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 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色、鼓、伯、罗、坐乐跳舞 到了拿根的河场 因为牛师前提 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会 神耶和华向乌萨发怒 因这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会旁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萨 心里愁烦 就称那地方为 皮列斯乌萨 直到今日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 耶和华的约会 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会 运进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中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大卫起身 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 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会运来 这约会就是坐在 二基路坡上万军 指耶和华流名的约会 他们将神的约会 从刚上雅比纳达的家里 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雅比纳达的两个儿子 乌萨和雅西约赶这新车 他们将神的约会 从刚上雅比纳达家里 抬出来的时候 雅西约在柜前行走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 用松木制造了各样乐器 和琴、色、鼓、伯、罗、坐乐跳舞 到了拿根的河场 因为牛失前提 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会 神耶和华向乌萨发怒 因这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会旁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萨 心里愁烦 就称那地方为 皮列斯乌萨 直到今日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 耶和华的约会 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 耶和华的约会 运进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中 大卫又聚集 以色列中 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大卫起身 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 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会运来 这约会就是坐在 二基路坡上万军 至耶和华流明的约会 他们将神的约会 从刚上亚比纳达的家里 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亚比纳达的两个儿子 乌萨和亚西约赶这新车 他们将神的约会 从刚上亚比纳达家里 抬出来的时候 亚西约在柜前行走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 在耶和华面前 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 和琴 色 鼓 搏 罗 坐月跳舞 到了拿根的河场 因为牛师前提 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会 神耶和华向乌萨发怒 因这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会旁 大卫以耶和华击杀乌萨 心里愁烦 就称那地方为 皮列斯乌萨直到今日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 耶和华的约会 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 耶和华的约会 运进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中